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澎点栏目 澎点栏目 旅游拖着箱子也没啥感觉 澎点栏目 这叫澎点栏目 要问这两个车站有啥区别 其实就是每个城市都存在的情况 新高铁车站和老火车站的区别 而昆明的区别则是 好在我们买到了从老火车站去高铁车站的区间车票 节省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区间车到达新高铁车站的时间是7点18分 而我们前晚桂林的高铁发车时间是7点25分 中间只有7分钟 所以最终 我们赶上了 10分钟 5分钟 不对对对不对不得5分钟 从27B一路跑到57B 我太吐槽这个 7点一刻7点18分 今天还早点一分钟7点17分到的那个这个站 我们从那个车门上冲出来 然后7点20现在几点 7点25我们上的这辆车 一个口差不多怎么算 一个口至少10米的宽度 有两个口不比较近两个口比较远 它两两一起 我们平均就算10米我们也跑了200米 拖着箱子背着包冲过人群 应该是穿越人山人海 还打到人家小姐姐的脚 我都完全没有反应 然后就终于上那车了 我都能上海 拖着箱子的声音 就算了 我这次的声音 都可以说 小姐姐 其实是不良的 我还会不会有点 有点 有点 我...我們...到啦! 整个桂林溪站 感觉离桂林市应该很远吧 离桂林溪很远 不是离桂林市啊 我们现在桂林溪嘛 桂林市的西边嘛 没事天大的事先做个份 对呀 这样啊 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这样说话 往这边走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这样说话 怎么说 表哥 你这啥玩意儿啊 广西普通话 不管怎么样 我们到达了桂林溪站 此时我们距离桂林市区还有10公里 而距离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目标杨硕 还有90公里 不过明知道我们之前就打好了送送车 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缩粉 到桂林的第一站 火车站旁边的粉 帅 桂林米粉 今天的正式第一顿 感觉你的牛腩可能会更好吃一些 你先拌了我再尝吧 我这个有点辣 感觉上它这个味道有点像啥 有点像那个 德宏那边的敏仙的那种感觉感 这敏仙还是不错的 对呀 他都辣斑我们不该辣的这个 这个东西辣脖子 他不辣做 味道咋样 有点油 有点淡 可能我口味比较重 这边的东西可能都会淡一点我觉得 吃淡哪个好 辣椒放多辣 你放点你让他放你加点白汤去 别吃了 再会吃 哇 对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辣 那个辣椒油我不放的 那个辣椒油放一点我觉得很辣 它这个里面的那种竹笋很好吃 酸笋 它那个我们我们那边的酸笋是细条的 这个粗条的 这个笋也做的好 你看 我感觉粗条的口感更好一点 粗条的这种口感更好一点 就在我们快乐缩粉的时候 悲剧的事情发生了 之前联系好的顺丰车取消了订单 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 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是当我在手机上查看如何到达阳朔 时才发现这件事情有多麻烦 如果打车到桂林汽车站坐班车去阳朔 我们在桂林西 汽车站在桂林东 需要绕过整个桂林 全程有90多公里 到阳朔需要三个多小时时间 如果在桂林北站坐高铁去阳朔 此时在12306上的票已经全部受空 我只能让我媳妇继续用滴滴打顺风车 而自己去寻找其他办法 刚才我问了一下 就是在里面的游客中心说 到汽车北站也有到阳朔的车 那就近了一些了 那我们就确证 如果顺风车四次不来 我们就直接打车到汽车北站 然后我们就能直接去阳朔了 应该没问题吧 就在我绝望时 想直接打车去阳朔汽车站时 好消息从我媳妇那边传来了 他打到了顺风车 我们可以顺利的从这里出发 去阳朔汽车站时 来了就在那 顺风车师傅明显是专门做旅游的 在一路上还给我们介绍风景景点 说在他那买票有优惠等等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 里面是很有套路的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想问套路是什么是吧 那我们后面再说